好各位线上的投资朋友大家晚上好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四的晚上8点35分 我们今天要跟你分享从阿呆股起飞 那都容易是真的好不好 那钢铁试货的话 一样赚涨停板 今天的航运股拉涨停板嘛 我想航运的转折点 7月份的老师每一个转折点 是都帮你抓的很精准 那今天的时间也一样会来帮大家 解读一下航运类股的一些筹码面 跟我们一些看法 好不好 所以一定要首先老师今天节目哦 谢谢 好谢谢这个线上投资朋友 那我们一开始呢 先跟大家讲快速讲一下 这一个重要的事情 这个powerpoint我们放了 换了新版本 老师突然觉得不太会用 来 好像怪怪的 这个版本我不太会用 好 我先把它跳回来好了 什么用 嗯 好 这个版本老师不太会用 来 我们就直接开始好了 来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工会有帮老师澄清 老师没有使用Telegram 然后也跟投资朋友讲一下 这个诈骗集团真的是非常厉害 从老师原本旧的头像 把我们倒用之后呢 现在又换新的 又换新的 又换新的 这个老师的这个 LINE的账号 名称 这个 这个都给我仿了一模一样 那就跟投资朋友做个提醒 原则上老师的LINE是有小老鼠 HMTC的这个账号 那怎么去分辨呢 跟你做个提醒 只要是官方账号 都会有这个灰色的猩猩 灰色的猩猩 那假的账号 它是没有小老鼠的 所以它是会是一个私人的LINE 他倒用老师的头像 然后也都copy我节目的这个东西 所以请投资朋友 不要上当 不要上当 然后呢 也特别注意一下 这个真的是 假冒的账号 你从这个讲话的口吻都知道 这不是我啦 好不好 所以请投资朋友 你要特别注意一下 老师盘中呢 从来不会去发讯息的 你要特别注意一下 好 那盘中很忙 也不会跟你聊天 老师也没有私人群组 那收费会员 只有亨达头部而已 没有私人的 什么私人的这种团队 没有 好不好 这个都是假的 你要特别的小心 好 那再跟你讲一下这个 在讲解之前的 先上警语 来 好 投资朋友 那我们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这个 今天要跟你讲 周四的转折点 这字打错了 是周四 周四的转折点 周二跟你预告了 其实是验证了 那你还能不爱我吗 对不对 投资朋友 我 这个行情 涨也跟你讲 跌也跟你讲 方向逻辑 基本上都没有变 对不对 所以投资朋友 阿呆股起飞 阿呆股的跑道都比较宽 比较长 所以这个起飞呢 就容易是真的 好不好 那航运的筹码 我们今天跟你做追踪 还有钢铁自家人 我们现在的这个钢铁自家人 真是厉害 钢铁的讯息很快 都可以把它丢给老师 老师怎么解读啊 厉害 佩服你们 好不好 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 来 那看对节目就可以懂了 阿呆股 什么是阿呆股 好不好 老师今天的上面的这个 slogan有换一下 明灯照亮千年案 大智能度万年鱼 好不好 投资朋友 你可以注意一下 我在这个什么时候跟你讲 阿呆股 周二就告诉你 好不好 信存得金 信存得金 郭信存 拿到金牌 股灾我也祝福你 可以信存 所以 你昨天信存下来了 今天有得金了吧 应该有开心了吧 所以看对节目来翻转你的人生 好不好 投资朋友 来 那在这里也跟大家讲 有时候就是一个人性 昨天问投资朋友嘛 对不对 跌了你就不爱我 昨天跌观众数就稍微下降一点点嘛 来 老师的这个YouTube的直播 我们从七月中开始都没有在买广告的 所以老师的这个直播的点阅是很扎扎实实的观众 好不好 那你可以从这个东西都可以看得出来来 七月二十号股市下跌 那当时的观众就掉到八千两百多了 好 那在昨天的这个融资断头 昨天也大概只有八千多的 所以都是没有 下跌的时候就可以看出人性了 那老师跟你讲什么 老师的初衷都没有变啊 对不对 我不是都问你吗 你还能不爱我吗 跌了你就不爱我的吗 对不对 我昨天都有问你啊 那我初衷都没有变啊 我都是希望你赚钱 那我给你一个大的方向逻辑 对不对 好不好 那周四老师都特别累了 我们来看一些昨天跟你讲过的一些东西 好不好 来 来 跌的时候就不爱我了吗 也知道嘛 反正好的时候 有人就爱我了嘛 不好的时候 我昨天问你嘛 那你还爱我吗 对不对 同志朋友 节目我让大家轻松一点啊 但是重要的观念 一些想法 我都有跟你讲很清楚 看节目不要跟单 好不好 我讲的是个方向跟趋势 那我也希望你股灾有幸存 得金 好不好 来 周二我讲的三个逻辑 在行情 昨天跟你讲这个 吃鸡面没有问题 心里面是恐惧的 然后呢 风暴中心的港股 杀到十年限了 我在这里跟你强调 无论如何 先不要杀低 你如果要调股票 也是在后面上海要不要调 绝对不是在这里 去砍 我这边讲这个是讲操作 那方向 没错吧 我都是讲在前面的 来 那今天周四转折嘛 老师有没有预告 来 联准会周四转折 联准会利率 老师的判断是什么 昨天跟你讲 大家担心QE的事情 老师有提到这个 DELTA病毒 比较强 所以QE会继续 这个今天晚上 我的判断也是 QE应该不会有在今天做缩减 因为 美国疫情确实上来了 7月8号就告诉你的 QE会继续 这个我都快快讲过 老师周四喉咙比较不舒服 重要的是这个7月29号 这个联准会的这个利率决策的一个讨论 在我们周四的一个白天 那我认为是应该不至于 会有缩减购债的事情 最近这行情下来可能有人预期 这个不确定 所以先卖股票 那这个东西一决定之后 因为股市已经先拉回了 台股已经先拉回了 台股已经先拉回了 所以这个消息出来 我认为反而有可能是一个短线不确定因素的解除 所以投资朋友周四转折 看法上是这样 所以 没错吧 老师不是马后炮吧 逻辑我都跟你讲了 来美元 你有没有看到美元 这是美元 来我换个线给你看清楚一点 好不好 没错吧 没错吧 老师不是跟你讲这个美元走落破月线 我看法上是没有问题 对不对 所以 行情的重点老师都是有帮你抓住大方向的 好不好那台子齐 昨天不是大涨吗 今天是续涨啊 然后待会来跟你补充一下筹码面 好不好 都有些好消息出来 那重点是周二就告诉你 很多人昨天在聊天室上面不是讲了 还好老师在 周二讲得很清楚 所以周三没有砍在阿呆骨嘛 对不对 来老师换个投影片的版本 因为我觉得这个版本我用的不是很习惯 等我一下 我再研究一下 之后再来用这个版本 好 来抱歉耽误到大家时间 好不好 所以就是这样子 我的初衷都没有变 跌的时候 我也都是爱你们的 阿你不要跌的时候就不爱我了 好不好 我都有讲 好不好 我都希望你赚钱 就像天父一样 有没有上帝 无论子女犯了什么错 那永远都是我们的孩子嘛 对不对 来 所以投资朋友你看到港股 10年线我叫你先不要砍 至少风暴中心的这个走势是这样 来今天的台股 加权指数 这样涨的 来跪买 方向明确吧 有没有预告在前面 先不要砍嘛 所以很多人都看大盘在做股票啊 这样是不会赚钱的 好不好 来那今天盘中我给会员什么讯息 也一样来跟你做分享 好不好 来 这个是在周三 我提到 融资断头在10点半左右 就有可能会做指纹 这是我们在以前 券商的经验 所以昨天的这个砍 当然也有些陆续新闻出来 我跟航运有关系 待会来跟你做分享 来 昨天跟你分享这一个 我们盘中工具卖压降到124万张 是最近这个月的 相对低 所以我提到这很有可能会像去年9月25号 一样 我提到吗 很多人就是学技术分析 被扒来扒去 所以都是没有你去想想看 我昨天跟你讲的东西 昨天那部影片真的很有意义 你可以去看一下 我真的传授了很多的观念 好不好 那结果呢 只有8000多人看 很可惜 很可惜 好不好 来 我跌也跟你讲 涨也跟你跌 跟你讲 来这9月25号去年的 我告诉会没有 这里容易是一个恐慌性的买点 恐慌性的低点 当时在9月27号的一个假日 跟你讲到这里 融资断股市坛 所以你看到 我是不是在昨天跟你预告 很像去年的9月25号 然后告诉你融资断股市坛 那今天不是谈了吗 对不对 来那我昨天也跟你分享策略了 击败大盘股 跟你举例 一样 同样的环境 我跟你讲 接下来你要去做击败大盘股 我盘中发了三档给会员 两档拉涨停板 我这边 这就是操作了 来 当时 9月27号节目直接跟你分享联电 1000多一大股本 我觉得直接讲没有关系 转强价格25块钱 当天收盘就是25块钱 这是9月27号的节目画面 礼拜一的联电拉涨停 对不对 没错吧 好那我今天盘中 11点17分 击败大盘股 目前系统精选三档股票 提供给会员 有一档是钢铁股 支撑价多少 发完 没多久 震荡震荡慢慢走高 然后 有触及涨停板 来另外两档 我都有给股票跟价格 那 Coshing的一个持股档数 我们会员的持股档数 已经差不多了 那目前也没有换股的必要 所以可以看盘有空闲资金的 这三档给会员参考 这就是老师的服务 那有没有先预告 然后有没有实际准备名单给会员 所有会员朋友来 我跟你讲以后九月份新制的AI 就会类似这样子 有好的股票可以买 我们就会用新的AI的方式 带你买 那目前我们一样 控制持股档数 那九月份的AI 会员加买讯息的可以买 什么适合的策略 我们就会发这个讯息给你 好不好 来 这个是我在今天盘前给会员的讯息 那你可以看一下今天这个行情盘中 我们怎么带会员的 来 8点56分 我告诉他们 这个利率决策会议是符合 符合我们的预期 那很多台股会慢慢 股票回到慢慢正常的价位 然后筹码套劳的阳明被处置 所以航运股的当冲降温 有帮助 所以对于行情接下来会有利 联准会下一次开会是9月23号 所以8月底之前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这个环境对于资金是有利的 那9月23号的这一天 应该没有意外的话 会开始缩减购债 所以8月份 的这个操作 投资朋友你就好好把握 该做什么股票 上来哪些股票 你要该慢慢的去做一个 泰洛流强调整 好不好 先跟你预告 所以盘前我都告诉会员朋友了 好那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一些 股票 我节目上有讲的 富彩今天拉了5.54% 收盘新高 所以台股 跌了多少 富彩还是在涨啊 昨天大震荡来 我昨天跟你分享 失诚趋势嘛 对不对 趋势对何惧之有 何惧之有 很多股票昨天 都达到我们投资名单的支撑价 进场的价格 今天来跟你列举几档 那些股票你在昨天 你想要砍股票 偏偏在昨天那个时间点是一个很好的赚钱时期 所以投资朋友操作的 这个顺序跟节奏你完全是 反不反反市场的不是吗 来台表科我提到台表科会慢慢上来 也上来了 所以股票操作一定短暂套牢 套牢一定会有的啦 股票操作怎么可能神操作不会套牢 不可能啊 但是我们套牢的幅度都是在一个 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包括钢铁股我们这两天怎么操作的 后段也来跟你分享讯息 好不好 所以投资朋友 重点是你要做到趋势对的股票 我昨天讲航运都讲得很清楚 你要去抢反弹的 还是你要去买趋势的股票 在接下来很重要 尤其8月份 好不好 来 元泰 逸光 惠特 光元件的股票 我想我已经讲 一两个礼拜以上了吧 来这投资名单的 你可以自己去记一下 这些股票的价位 来元泰 77块可以进场 逸光 56块可以进场 沿着月线操作 这张 股票的股性 再来惠特 190以下可以进场 这投资名单是礼拜天就给了 而且我们每周都会去更新价位 那你再来看一下 元泰最低昨天77块钱 惠特有没有190块以下 逸光炎的月线操作 没错吧 投资名单能不能帮你赚钱 所以投资名单 我跟你讲 不要单打独斗 你不要只看眼前钢铁的钱 你要看的是眼前这位 智琳老师 对不对 将来我的盘中讯息 我的投资名单能不能带你长久的 获利下去 这才是关键 好不好 所以 给你验证 来这是我一位会员 这个4MARMY 就是我说那个BTS的粉丝 阿米 是他的女儿 那会员提到什么 盘中细心叮咛给 一些信心 那老师最近真的已经身体有点疲劳 也是有些会员都建议我是不是 这个直播缩小 缩减成以前一样246就好了 那我之后会稍微调整一下 反正234直播我的内容会再为再更精简一点 其实我想跟投资朋友分享的东西预告东西真的蛮多的 但是如果我真的要这么做的话我直播可能每天都要一个多小时 那我的这样长时间下来真的身体上面健康会比就 老师不是说做完直播都没事了还要发个文章啊去洗个澡啊还要做这些大数据档案 所以大概都忙到一两点来睡了那隔天一早要赶快起了所以 这个 以后234的直播的内容我会尽量精简 很多东西我可能没办法那么快一次跟大家讲 那投资朋友你直接加入会员是 最快的因为盘中讯息我就会告诉会员 那产业讯息我们觉得可以做的就投资名单可以买的我们盘中就带了 好不好这是在今天的一个10点半这附近 来你可以看的到今天行情这样子开高震荡走低 你可能会认为跟前几天一样啊行情要翻黑的要跌的赶快卖股票对不对 重点是盘中工具 老师的看法 我提到说因为最近开高走低有套牢筹码所以大涨都会有想要解套的卖 那量说4500亿元有力足底在网上挑战 量说当冲降温都是好事情 解套卖压下话差不多强于大盘的股票就会开始展开公式 没错吧强于大盘的股票 强于大盘的股票 强于大盘的股票 几百大盘股 两档飙涨停 所以投资朋友重点是盘中有没有个明确的指引 那你看方向不是最后慢慢往上走吗 对不对 来下次是9月23号 那周四转折今天你也验证了 没错吧 这个都是先讲的啦 7月8号就讲了 变种病毒的关系QE会继续 没错吧 这都是给你追踪的过程 下跌志玲老师通过数据跟你讲 资金心理 有没有 是恐惧的吗 这个跟2020年3月份这边比 是恐惧的心里是恐惧的 所以我跟你讲行情就是在乐观中疯狂的时候才会结束 怎么会有在恐惧 犹豫 慌张的时候行情结束 几乎没有看过股市是这样的 没错吧 所以7月份的 你看技术面来 你看技术面昨天破季线你就停损了 今天大涨你没有股票了 昨天融资大减 那你确定你还要再这样继续看技术分析去最高杀低吗 老师从来不会比试这个技术分析 来线上的这个会员 如果你有看过老师惯性123的你觉得老师技术分析如何 我技术分析 也是底子不错的 好不好 只是技术分析要怎么用 技术分析是判断进出场点用的 方向技术分析是个参考而已 资金心理基本面 我讲的基本面是未来的基本面 不是看到你看到的EPS 财报营收 那叫基本面 那个都是已经是确定的东西 所以你会需要分析师来帮助你 好不好 来 当时跟你讲的恐惧心理 美股创新高 国际股市是确定的 是没有什么问题 台股跌台股有台股自己的问题 我们不是看美股做股票 而是 金融市场 你是要外在环境也要分析 国内的内容也要分析 所以国外的东西 我跟你讲没有问题 美股也创新高 也是对的 对不对 那国内有什么问题 就是当冲筹码 航运的问题 所以老师跟你讲 你看得懂行情是聪明 认清自己是智慧 很多人说知道这里 这个地方会背离 卖一下 这边怎么破了线 周二不是一堆人来 讲一吹有的没的吗 破线就要卖了 站回线上再买 我们是带会员投资 我们不是自己操作 好不好 投资朋友不要给会员找麻烦 我们重要是一个方向 老师也给你方向 节目给你方向 我跟你讲了 航运转折点 不错吧 我从 五月底跟你讲的钢铁股 到现在 不错吧 台股跌了1100点 没错吧 还有这个聊天室 投资朋友说 老师 老师虽然凶 但是是很诚恳的凶 我就说我不是凶 好吧 我是苦口婆心 我是真的希望你能赚钱 但是重点是成功的路 还是你要自己走 老师给你方向 你是我会员 我给你更细部的方向 下单还是靠你自己 你下单会不会犹豫 你下单会不会过度重压 你下单习惯好不好 这要靠你自己 好不好 我都是讲很实在的东西 迷惘的时候不要买手硬做 昨天节目你一定要去看 迷失失度务失失度 迷惘的时候你需要有人来帮助你 周二告诉你控制自己的心恋 要安心要无惧 你就不会砍在阿呆鼓了吗 都已经用万年鱼来跟你暗示了 不要砍在阿呆鼓了 对不对 来航运这个都会跟你讲 周二跟你讲钢铁压弹弓 周三不是抗跌吗 今天钢铁都开始涨了 有些都已经收盘新高了 都要领先大盘过高了 那我昨天讲的 周二讲的不是都对了吗 没错吧 所以喜欢老师的影片 帮我订阅 开小铃铛 按赞 分享 有用LINE的 FB的 推特的 都踊跃帮我分享影片 好不好 那先让自家人你在 你在这个 直播等候的时候就先按赞了啊 来现在要做动作按赞 不要 看节目很认真都不按赞 观看人数 跟这个按赞比例真的差太多了 好不好 不是在萤幕前按赞 是YouTube要按赞 好不好 YouTube要按赞 怎么按赞 来这里按赞 这里这里这里按赞 按赞 分享在这里 按赞 YouTube会帮老师推广影片 好不好 谢谢各位 来电脑版的 订阅开小铃铛按全部接收 好不好 来老师节目会透过大数据跟你讲 4月份跟你讲 指数在涨 多头股票数量倍里 告诉你要减码 2月份 数据好跟你讲有力 数据好有力 你就积极操作 增加绩效 没错把2月涨到4月份啊 好啦 现在的数据来跟你 跟你分享 好不好 来 老师讲的选择权 已经上来了 已经上来到0.95了 很有可能就回到1以上 那 指数就稳定了 好那指数稳定 很多股票就会有机会的 好不好 来 我这里先按一下 好像没有按到 来来来来来来 等一下 来 这个为什么卡住了 好 我们先讲另外一个结构数据好了 这里为什么卡住 好 好 等一下 所以 齐全的筹码数据看起来是不错的 好不好 有没有 这里已经回来了 好 然后 这里的筹码 其实也都有大量回补空单的现象了 好不好 好不好 来 再来 所以你昨天看 技术分析 看季线 停损 那你就想想看你确定还要继续这样做吗 来 结构数据也跟你分享 好不好 来昨天这个震荡 多跟空他还是没有死亡交叉的来那今天稍微打开了 那是稍微有点稍微减弱一点点了所以并不能跟你讲完全save 但是至少是结构上面都还是对多有利的好不好 那筹码有点套牢 待会来跟你追踪一下 追踪一下 看法上是这样 所以2月份也是一样跟你讲有利 2月涨到4月份 所以行情有利我该开始跟你讲股票 对吧 半导体 3DIC 载版 欣欣然练景硕 我当天跟你这三档分析之后跟你讲景硕的股价相对便宜 来开轰盘景硕拉涨停 这是会员的股票 重复东西我快快速带过 因为我是要让 一些新的观众知道我们一档股票的过程 好不好 来 那这是3月份4月份 景硕的操作 当时在4月16号出场 这里出场 然后跌 回来这里跟你讲 这里开始跟你讲转强了 当时景硕在100块出头 我们准备五档投资名单 这五档里面有景硕 这是5月25号预告 6月1号跟你分享的 没有让大家等太久 为什么 老师当时都有讲了 因为 因为疫情的爆发 很多人因为 无薪价 公司营运有问题 所以当时我其实 我觉得已经转好了 我只时间跟你讲这些股票的 你买这五档一定都是赚钱的 好不好 紧硕 环球金 有没有 都是追踪的过程 到7月份的紧硕 投资朋友 那这几天拉回 昨天是不是打到我们 的价格 会员都可以去看 那你可以看今天的紧硕 盘中楼拉涨停 昨天你要停损 昨天刚好到我们的进场下 所以你需要老师帮你追踪一档股票的 怎么去追踪他的价位的吗 怎么去追踪他的价位的吗 想清楚 好不好 投资朋友 来 朔和6月24号预告的 惯性改变 所以课程这礼拜就结束了 昨天的名额也满了 好不好 投资朋友 你想清楚 这个都是预告的 有买的证据朔和 AI会员 7月5号 186 新加入的15号也有买 189这附近 你当时7月15号涨5% 礼拜五再涨4% 4%多 做突破 上周是告诉你有卖掉 打回来有没有到我们的进场价格 我们设定的价格 昨天拉涨停板来你可以看一下 硕和 假日的投资名单一样是这一份 195以下 可以进场 来有没有昨天到195的附近 来 1234 来礼拜一就有到195附近 所以股票操作老师都帮你选好了 价格设定给你 都是成长股 有趋势的股票 你要看懂波段 对不对 这就是操作 这是不是你要的 投资名单能不能帮你赚钱 胜率如何 都很高了 我不敢讲每一档都 买了一定涨不一定 但是你尽量到支撑在买嘛 你偏偏要每天看报纸一直去追墙的 对不对 你是不是要看到报纸 到量才要追 可能我的会员刚好正在倒给你 你就是要上去才要追 你又觉得我在酸你 在骂你 不是 投资朋友 我是告诉你这个行为是不好的 不要看节目去追 好不好 然后又去做当冲了 所以我节目讲股票我都很谨慎小心 好不好 投资朋友 我希望你可以在环境好的时候 该买股票 该适合进场的价位就要进 那不要看节目跟你讲 涨停板的 隔天要去冲一下 这个行为不会赚钱 好不好 所以认同理念跟上老师操作 我们推荐股票只有针对付费会员 看节目老师给你一个方向 来电动车 塑合电动车电池的 这个都是有讲的 电池的 迷你LD 对不对 半导体 那是不是老师跟你讲的电子三节 没有错啊 老师预告的东西 讲的东西 准备的投资名单的东西都是一致的啊 会员的服务 来这两组会员而已 那我们会区间跟波段 都会搭配的操作 控制无党股票 然后老师的会员会多的会员专区 每周会有一集的会员 持股每天都会做追踪 投资组合 假日我们会去研究准备 设定价位给会员 好那抠讯会带在带股票带五档以内 因为我不可能无限量去买 所以投资名单跟抠讯你可以自己搭配的操作 每周二是我们还有系统的一个强势选股 高价以上会员还有LINE的服务 所以你去比较一下同业 有谁给你这样的服务 7月11号投资名单聚集领养 零通 7月16号 观众你才知道 我的会员一个礼拜前就知道了 有没有差别 一定有差别 来聚集 会员朋友在这里转墙就知道了 那你看到的时候在这里 你买有啦有还是有 还是有价差啦 但是这里买不是比较安全吗 零通零阳来这里准备投资名单的 来股票怎么涨的 那台股最近的一个拉回 700点 这些股票是往上涨的 选股功利你可以验证啊 惠特会员有买的证据 高价会员朋友176这地方买 7月5号 一样7月5号 买硕和 买惠特 就是7月5号那天适合出手 买股票嘛 惠特 7月23号拉涨停板 我不是涨停板 才跟你讲 你是我老观众都知道 我们在这里有买有做个价差 又买回来 没有动 还有人来 赞的上面来酸 酸一下 我说啊你的惠特 你现在讲钢铁 你的惠特 啊我说我的惠特 我会员持有就好了 这股本那么小 我要在每天节目上讲吗 所以从这边你要懂老师 好不好 有买有卖 礼拜一这里 我们有做调节 因为他是小型股 啊我说两笔出一笔 我们留一半 因为我们是买两笔 惠特今天拉涨停啊 大盘稍微止稳 他就拉涨停板了啊 最近的收盘新高啊 所以我前阵子 不是每天跟你讲 行情跌着一千多点 对我会员的股票 有影响 不能说没影响 但是影响还好啊 对不对 钢铁电子三级 我讲多久了 没错吧 所以投资朋友 给你验证 这是我两组会员 私当股票里面的 股票 台表科惠特也是 负财也是 顶元投资名单的 所以我说你不要只看眼前嘛 投资是一辈子的事情 有没有个专业分析师盘中 给你一个明确指引的方向 如何操作 然后投资名单 假日来帮你准备 帮你设定价位 你知道光做这个投资名单 就要花老师 假日一天的时间了 礼拜六我来跟你直播 礼拜天我做这个 我一到礼拜我都工作 我不是跟你讲我一天工资 不到300块钱 比7的工途生还要低 那你认为 这是贵还便宜 就是观念的问题 我是朋友 来订阅25块钱 跌回来 到25块钱以下可以买 来24号拉涨停 那你看节目你知道了 你就去追高杀低的 有没有 追高杀低的 所以我都跟你讲 不要看节目操作 好不好 投资朋友 所以呢 你可以看一下台股跌下来 你在追高杀低 我的会员在稳定赚钱 重要的是这个 服务 盘式 指引的方向 很准确吧 选股 帮你选好 盘中的买卖时机 低价位帮你设定 这不是你要的吗 对不对 那你偏偏要我公开了 然后这边去追 好像赚到了 来隔天马上杀回来 融资就大增 所以你说分析师在节目上 我要怎么跟你讲股票 我不是小气的人 我从二月份行情好 我可以跟你讲紧硕 五月底行情好 我跟你讲钢铁 我跟你讲半导体纳赫 我不是希望你赚钱吗 对不对 你偏偏要上去你才要追 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跟着老师做操作 昨天参加了会员 前几天参加了会员 买钢铁股也赚一成 是不是先拉开10%了 你今天 你想想看你今天去买这个 航运一样赚10% 你看我昨天怎么讲的 你要做趋势的股票 还是你要去抢反弹 我都告诉你会弹啊 霍云说老师你既然觉得 航运会弹 那我去赚他一两根好不好 你看我昨天怎么讲的 我知道他会涨 但投资表有些钱不是你要你能赚的 好不好 你要能够懂老师 我下面怎么写的来 我画面下面不是有这个 心境致命 冷贪 勇气去克服你的恐惧 好不好 想清楚 来我们来讲航运 航运呢 7月28号 我给会员的 来你要特别去注意 重点是在昨天暴跌的时候 你做了什么动作 尼姆老师的盘中讯息 新闻出来说是这个 丙总的资金 因为买长龙被这个 丙总资金断 断头 60亿元 卖掉这些航运的又去砍一些中小型电池股 昨天的那个波动很异常 可是以老师的专业来看的话 根本就觉得这个杀的太奇怪了 为什么 来你看一下 昨天10点我给会员的讯息 台币汇率没有大幅贬值 来韩国的股市上涨 港股 10年线附近 只稳上涨1%左右 来美元转落 美国旗子 平盘附近 这个下跌有点 刻意扫停损 那无论是期货选择 权最高位 为平常量 1万7 扫破 来小白震撼教育 给小白的震撼教育 就是在清理这些杠杆 所以股票震荡 我会员会套牢 我告诉会员 我们带进一定带出 最近这种V型的向下 很奇怪 不合逻辑 因为美股这些的东西 一些东西看起来都还OK 国内有国内自己的问题 大的逻辑技术面 并没有改变转空 钢铁 独强 接下来的主流 你今天看到啦 这9月28号 那盘中这个讯息 有没有对你很重要 你昨天就不会去砍股票啦 反而还是 搞不好买股票对不对 航运股 老师绝对有资格跟你讲 因为我是在高档就提醒你 7月1号开始提醒你这个 乖利率的惯性 他会开始震荡 然后刚 站在风口 老师带你飞 钢铁的钢 我提到 你要做波段 当时 钢铁比较适合 航运跟钢铁的举例 7月6号 在这里报了跟6月16号一样的量 我告诉你资金会转移 在这里你去看我7月6号的节目 我怎么讲 我说如果你要放波段的话 在这里的航运已经不适合了 钢铁比较适合 你都可以去看 但是我当时告诉你 你要短线当冲还可以 因为是毕竟是热门股 强势股 7月6号 车票 船票车票 将来领机票 老师钢要带你飞 钢铁的钢 所以很多聊天室投资朋友都说 要飞了 飞往福钢了 对不对 那代表你一定是看老师一段时间的观众 你就知道我的梗 对不对 智琳机长 有没有 很多人说今天要唱歌 要唱歌 想唱歌吗 想唱歌吗 聊天室打想唱歌吗 好不好 来7月8号 在这里开始跟你讲 海巷不佳 手码没有问题 在这里我都跟你讲 可能不要当冲了 有没有 你都可以去看 所以如果你听老师的 你真的把船票换机票 来7月9号 你把长龙这个地方卖掉 你换到我已经跟你公开的大国钢 有差别吧 有差别啊 这是7月21号星期三啊 所以看对节目至少你方向会对吧 我至少有跟你提醒航运不能做了吧 你做钢铁股 跌1100多点到现在 没有差别啊 没什么差别好不好 都是朋友 长龙你可以看得到 知道昨天跟你讲的 来啊 大国钢一样啊 盘氏跌1100点有回档有受影响 有 有 那你去比较一下 差别多少 在你成本附近跟这个跌多少 这个很多人很痛啊 这个很多人很痛啊 我知道啦 从昨天同志就知道了 那待会来跟你催中筹码 那你看到我讲的东西 我是要凶你吗 我是要酸你吗 不是 我是要帮你 大护制就跑掉了 7月10号直播跟你讲 我从7月初开始讲航运 这周周报提醒你 来刚好礼拜一有人刊登报纸 要你去追航运 你是我的节目粉丝 你会追吗 7月17号 当时跟你讲台华 半线真会影响航运 我这中间转折点怎么抓 你都可以去看我的节目 这里告诉你会转折向上 然后这里很多人想要买的时候 我跟你讲台华半线真会影响 礼拜一又刊登报纸叫你去买 那你买了又是这样子 所以老师不是要攻击同业 我就是看到问题 明明就有问题 所以当时告诉你有航运来找老师 我们有设定价格 这是7月16号给会员的 因为会员自己去做热门股 很多人在line上面问 我们才去发讯息 要不然老师其实不需要 因为我本来就没有带会员做航运 那我这边的call讯息很清楚 都可以做调节 那我们看到问题是什么 来 这个散户人数不断做增加 融资套牢 维持率不足 我们已经看到问题了 所以投资朋友 这个我都是有跟你讲 那报纸是要你去买 有没有 7月8号的报纸 要你去买 我当时有挡你 来7月15号 16号这里的报纸 又跟你讲 拉回几percent可以买 但是我们明明就看到问题了 啊阻挡你不要买 两次我都有挡你 更正一下是三次 是三次 我连周 这周周报24号我都有挡你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这问题有多严重 一堆 当冲违约交割的 扬明有没有 违约交割的 所以 很多菜包跟章鱼 这个已经是网路流传的 老师说的菜帽跟章鱼 然后人家说我发音不标准 说是菜包跟章鱼 对不对 反正就当冲客 隔日冲 融资育很高 当冲比很高 这真的不要乱做 不要单打独斗 好不好 来 最新的价位 我们有更新 所以谈上来 谈上来 投资朋友你要想想看 你要不要调整 参考2019年的 被动元件走势 好不好 来到这边 我们来帮你追踪一下 筹码 做个服务 好不好 哎呀你们连老师的杯子都要说 什么拉拉熊 害我不敢用 钢铁股都看好了 等一下会跟你讲 好不好 来 我们看阳明 阳明的已经被关紧闭了 来 融资今天大减了 好事 好事 所以有航运的投资朋友 好事 好事一桩 好事一桩 来 哎呀不要处理就来找老师了 好不好 来 长龙的融资 也是增加 也是增加 啊维持率来到160这里 好啊 特别注意他到166这边可能又又就会有解套卖压了 所以投资朋友 这就是个强反弹而已 我昨天都讲很清楚来 来万海融资增加 来注意来到166这附近 就有些筹码有解套的 那就有可能会震荡 所以这个就是个强反弹而已 好不好 所以三档我都跟你讲了 好不好 那这支是最弱的 那融资有大减是好事 那现在是140%吗 来这个再上去 来 融资成本现在150块这附近 你自己参考 你自己参考 那你看一下老师昨天的节目跟你讲什么 你是要强反弹 还是要去做顺势的股票 钢铁股下半段你慢慢听过 好不好 来 看对节目就会懂阿呆股长什么样子 所以看到阿呆股不要回头 昨天跟你讲的 心境自明 大肆能灭万年雨 我觉得用灭不好听 所以我今天把它改成大度能 大智能度 万年雨 好不好 老师朋友 你想清楚 航运的这个转折点 我帮你抓的如何 好不好 那成本线也跟你讲了 所以来现在那个 线上自家人来 来来来 来照这个动作 来 先把聊天室先打叉叉 阿还没有订阅 订阅老师频道 阿现在先按赞 按赞 按分享 好不好 那回来聊天室聊天 先做这个动作 拜托你 好 那我们再来讲钢铁 周二跟你讲钢铁压弹工 跌了跌了快一千点 我的会员何泰 何泰说 他妈妈问他说 股市跌那么多还好吗 他说 我的还在赚钱 对不对 跟对老师有差 阿也谢谢何泰续约 谢谢你 谢谢你 好不好 钢铁股先上来了 不是继续赚吗 来昨天钢铁股来 你看昨天破季线 钢铁股多强 你看早上还红的 有没有震荡在平板附近 有没有 还有人昨天去卖掉了吗 对不对 来你看一下今天的钢铁股 来涨了3.46% 来这些钢铁股 你看涨3%5%的一大堆啦 那他的周线图 再来看一下 明天就收周线了 来明天收周线了 来量是不是缩的 缩很小了 说很小了 明天礼拜五 我没有要你追 不要误解我 我没有在喊股票 来 你都不懂我的 来你看一下 我会员前两天怎么买的 好不好 来 那你看一下 我盘中怎么带会员的 29号今天早上9点54分 我告诉会没有钢铁的看法 航运干扰已经降低 最近台股 钢铁股比台股抗铁量缩清理筹码已经差不多 新会员前天进场的点非常不错 前天是哪时候 27号 好不好 新会员想布局钢铁股都可以参考投资名单的价位 现在现行较强是哪一档股票 发完有去买的 昨天新加入会员买的 汇费根本不是问题 买个20张他汇费已经回来了 那你觉得是会费的问题吗 来 10点47分 我告诉会没有钢铁来 整体钢铁股预估量缩小至6月以来几乎最低 这容易是转折点 刚好钢铁族群也是盘面内股里面相对较整齐的族群 当冲跟短线伏而起的差不多 量缩就是一个好买点 配合盘思有指纹反弹讯号 会员手中钢铁股 耐心续报 持股等待攻击 来 你看我发完之后 来 10点47分 这里来 我发完之后钢铁股这样涨了 没错吧 你要操作你要找真钢铁男子 好不好 我跟你讲我们团队有懂钢铁股的人 老师要不是上礼拜那天我去看医生的话 说真的 那个价差如果我做得更漂亮 我会赚更多了 所以投资朋友 你想想看 你想想看 你要不要跟着我做钢铁 而且今天又有很重磅的消息 对不对 后段来跟你讲 来 钢铁股我什么时候讲的 5月底 做多政策受惠股 重复东西我快快带过 新的投资朋友 你就了解一下 那 看一段时间的 那就 忍耐一下 好不好 来 6月初跟你讲 钢铁有主身段实力 我为什么要讲 老师朋友 很多人还在酸我 说我在喊股票 你看我昨天怎么讲 你看我昨天怎么讲 我其实被讲这种东西 我其实是 想说算了 我做对的事情 来 叶会189亿股本 我要喊什么股票 来 大国钢103亿的股本 我要喊什么股票 再来看一下 大成钢165亿股本 我喊得动吗 这几亿资金都可以做的 我要喊什么股票 那我为什么要讲 分析师不就是要跟你预告吗 预告看好的 来 5月底我预告了 我开始跟你讲 我觉得这有主身段实力 我邀请你来跟我参与 疫情的关系 对不对 大家那么辛苦 我觉得这个 是有机会让你赚钱的 而且 钢铁股都是二三十块 五十块以下 股票一大堆 我是希望你赚钱 对不对 所以 6月份就预告了 有没有 跟你追踪什么 4月外交订单 基本金属年增第一名 订单就是后面的营收 这是未来的东西 来 碳中和 供给会变少 6月中 5月外交订单跟你追踪 来 基本金属一样第一名 所以你看到整个 金属类的营收很好啊 对不对 这个都是我一路跟你追踪的过程 来 美国中国 基建 中国俄罗斯要针对出口 课税 俄罗斯这8月1号开始 来 今天最新的中国也说 要开始 那后面跟你补充一下 我们跟美国讨论这个Tifa 钢铁的钢铝关税 我说很有机会让利 来越南出口大国 也要课征出口的税 你看这些国家在做什么 来台湾钢价 美钢一半 我说这正在谈 很有可能让利 尤其美国在今天又这么做之后 来钢铁的价格 可能又会再更往上走 这个我跟你讲 这都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我先跟你讲 来你去想想看 那你认为行情跌着一千多点 重要还是这些东西重要 我跟你讲是产业的东西 我不是跟你讲什么线 什么线 破什么线 卖 没错吧 会员实际的买进来 6月1号 我预告之后再会员买 我邀请来跟我参与 来夜辉23.65买 22号跟你讲 来你看节目 你都有机会买来24 25的夜辉 有没有 聊天是一堆人 很多人都买在相对低的夜辉 来25号跟你预告大成钢大国钢 当时大成钢大国钢股价呢 大成钢还在四十几块钱 大国钢在33块这附近 来会员买进的证据 这个我都有提供过 我就提供一笔就好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不要讲太久 来大国钢33块钱以下买的证据 我有预告我有买进 股票开始拉6月底 大成钢开始拉连续拉 叶辉涨第一根 到7月1号连续四根涨零板 没错吧 这都是追踪的过程 就有投资朋友说 老师的节目要讲重复东西 为什么要讲重复东西 讲重复东西才是高手 每天讲不一样的 那才有问题 一个趋势当然就连续性的 还有新观众 我当然要让你知道前面的过程 不是吗 而且我节目不是一个爆牌的节目 不要用这种眼光在看我的节目 好不好 投资朋友 来7月7号 业会被处置 我跟你讲 这是标股过程 来打回来 会员的加码 34块钱的买进 忠实观众 你看多久了 34块钱 33块钱以下买的 最近打回来 这个价格 那不是赚钱机会吗 对不对 所以你都习惯看报纸 利多才要买 大国钢 这是7月11号的新闻 来7月12号 你想买 刚好就要短线高点 所以我说 你看节目看报纸 都不用去 抬价我的股票 都不用 这大股本的公司 而且我也跟你预告 将来会有很多的同业 把人 未来开始买我们的钢铁股 你相信我 因为很多东西 他们都不知道 还在执着电子股 电子股 当然我也看好 我看好 这个 电子三姐 我不是所有都看好 不能做的 像面板 我都有提醒你 从五月份都提醒你 好不好 所以投资票 跟上专业操作 你要会调整 好不好 接下来的金融市场 有什么变化 你又需要老师 会带你调整 来 7月12号 卖压高 我们就不会买 你看新闻想要追 我们盘中工具 知道卖压高 不会买 隔天再跌的时候 7月13号 我不会买 卖压偏高 这是盘中操作 我们等到什么时候买来 你注意7月14号 这一天为什么买 航运断头那天我去买 你特别去注意一下 所以我告诉你 事货就是服务 来夜辉 买来这里 时间点 10点39分 这里 手中资金 总资金没有超过三成的 可以买 可以自己做加码 这里 7月14号 来大国钢 一样 建议就在10点40分附近去做加码 我就跟你讲 钢铁股的股性 你要找会做的人 不是看技术面 看报纸去追高 然后下来你又换得换失 来大国钢 7月21号上周三拉长停板 允强一样 7月14号 15号有买 19号这里有拉长停板 所以我们是在这个地方去买的 周六跟你讲 大盘一周跌了700点 允强的股价仍然比上周高 我没有骗你啊 航运影响已经淡化了 我也没有骗你啊 有人就说 反正大盘破什么线了 你去讲这淡化有什么意义 还是会受拖累啊 我都跟你讲 这逻辑完全不同 趋势就是趋势 拖累不会一直永远拖累 好不好 现在的筹码已经分到扬镖了啦 航运聪明的钱都已经转到钢铁了 你都不知道吗 那你还要执着去追人家出货的 来运枪 大盘两周跌了1100点 股价仍然比上周高 没错啊 所以我说跌了1000多点 我会员的股票有影响 有影响 但还好吧 在这里震荡 你不是要感恩吗 对不对 昨天阿呆鼓你卖了 今天涨5% 大成刚 我周报跟你讲的原来如此 我不知道你看我周报讲的东西 你相不相信 你相不相信 来我用汉磊跟你举案例 什么时候公告宪征的日期 你要注意 这个是一般宪征 这个是投资人跟大股东 员工都会去认的 这个价格就是个地板价 只要拉回靠近这个价格 15%以内风险都不大 不是买点吗 大成刚 是货就是腐 来你看这几天他干嘛 他在干嘛 来你看下面的量 量是说的啊 你还要去做当冲 你说这现真挂掉了 赶快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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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从这里开始卖对不对 好那你注意一下 明天是不是站回去 那你这几天卖的 不是阿呆鼓吗 你要看得懂趋势 他的目标价多少 我先告诉我的会员 我这边我昨天都讲很清楚 主身段我希望你能够大赚 好好帮自己赚一笔 阿不是跟你讲的 你就去当冲这些股票 你枉费我一番苦心 对不对 我这边有你自己想清楚 来量缩的 阿现真的日期一出来 阿你看 你就自己看 好不好 看到底后面谁是对的 有没有可能像这样 你自己想清楚 来 基本面的东西 我再跟你追踪一下 矿坑 很多都不能开采了 供给不足 供给不足 钢铁的价格是不是下不来 来 供给的短缺力多 东南亚疫情爆炸 然后台资钢厂受冲击 来来来 你看到 来报纸这么写 来冲击 有没有 钢铁 你就想到 惨了 利空 卖股票 对吧 我就说投资朋友 你都不会解读新闻 那你当然需要分析师 嘛 我这边不是写了吗 大智能度万年鱼 我希望你不要再愚昧下去了 好不好 金融市场不是你想的 这样子 来 铁矿砂原料短缺力多 气候恶劣 缺工 来 疫情 没办法开采 来 是不是短缺力多 洪水灾情 来欧洲 德国梅克尔承诺要数十亿欧元 红困 纾困 重建 我是当时跟你讲 重建 重建要不要钢铁 来 你看到背后的景象 来重建要不要钢铁 要吧 来 美国基建法案 来 现在那边炒 有没有 还是会过 我看到网路上古板说 啊 残了 这个 这个法案不顺利 怎样 明天要卖 先卖 你就是看这些新闻 影响你这种短线思维 我不是跟你讲 趋势最重要 来 下面的 老师的横幅 下面 失诚趋势 趋势就是我们老师 你要顺趋势 做不是在意短线 什么线破了 怎么样 那你用技术分析 有赚到大钱吗 我就说钢铁股 我设定是主身段 我就跟你分享了 你还能什么线破了 要怎样 又说老师兄 我是很温暖的 来 我今天穿黄色的 对 有温暖到你吗 老师是太阳 对不对 想清楚 老师 不是凶 好不好 老师很温柔 来 跟我讲过电话的会员都知道 老师多么诚恳 初衷都是希望你赚钱 来 来郑州水灾 要不要钢铁 我不是讲的吗 要不要钢铁 我都是先讲的哦 先解读的哦 来后面报纸开始登了 洪灾重建钢铁股看望 欧陆拼灾后重建钢铁受贿 啊我不是22号都跟你讲了吗 这里就跟你讲 21号都跟你讲了 所以 你听不听得懂 老师的明白 中钢这个浪力 那我说先做中下游的嘛 不锈钢的原料镊架 特斯达必和必拓签约的 这个都是我 5月份 6月份 到现在7月份 每天跟你讲的过程 啊你又要讲 我说讲重复的 啊每天都有新观众 我不用讲给新观众听吗 对不对林志玲不是说不要给我打分数 对不对 你不要给老师打分数啊 对不对 啊我都跟你讲实在的啊 啊你也这样啊你也这样啊 就不会下来了 电动车要用你啊不锈钢要用你啊为什么你不你不做不锈钢呢 业内表示需求基建长多 刚刚开始 有没有 美国1.7兆元来中国人民币10.6兆元新基建 钢铁铁股这个从供给也缺需求也有 那为什么你不做 已经有订单就有营收 至于老师要讲几遍来6月份的外销订单 基本金属还是年生第一名啊 所以你觉得老师从5月底6月份7月份这样讲 每天讲 投影片从130张变180张 那就是这些过程要跟你讲啊 每天跟你附送啊 新观众跟你附送啊 钢铁股希望你赚钱啊 对不对 来第3季本来就是 钢铁的 报价比较持稳的一季来第4季会补涨 那补涨中刚上去 你觉得钢铁股会怎么样 所以你不要只看眼前嘛 你也记得我都跟你分析啊 你也记得都在涨啊 昨天在跌你还在怕 你看到你也在涨你不是要笑吗 这跟运价的 逻辑完全不同 运价是塞港 他不会永远塞港 这个 供给也缺 需求也缺 都跟你讲了 来 华星8月盘价走深 来不锈钢调升 对不对 来你看到海看到船 你又要做航运了 老师跟你讲来 闪庄是在铁矿石的 这是实质需求 中美基建实质需求 为什么会涨 就是在这个 需求很强 有没有 BCI就是BCI是什么 BCI是在铁矿砂 矿石的 原物料的 这个为什么会报价比较强 就是在这些东西 所以你看到船看到海 你就想要航运 我就说新闻你就不会解读 我们解读是看到铁矿石 你看到是船 你又看到船 我们看到是铁矿石 你又看到船 对不对 徐旭东来 你看媒体的新闻标题 都这样标的来 航运在万五年 你要做航运 你都看标题 我们都看内容 里面的原物料 基建需求 这都是我跟你讲的过程 对不对 来全球钢铁更吃紧来中国 磕碎的事情 俄罗斯8月1号 我昨天跟你讲8月1号 就在这里 就在这礼拜天 下礼拜一就开始 明天 有没有可能就先动了 很多股票就过高了 大盘还没过高 你还想说大盘还在这边 月线没站上去 不敢买股票 很多股票都已经先过高了 是趋势的问题 是个股选股的问题 你就还在看大盘做股票 来中国要这个 钢铁出口关税 钢架一涨 蓝铁昨天跟你讲的 来啦 今天有会 会员有一些网友来丢 丢给老师的来你看 最新热腾腾的 今天5点多7点多的新闻 大陆 大陆8月起取消钢铁产品 出口退税 原本可以退税 不退了 不能退了 23项钢铁产品取消出口退税优惠 来什么原因来 碳中和老师是不是六月中的跟你讲了 是趋势 中国要这个 寄出钢铁减产 来减产 减产是不是价格不会下来 记得这句话 今年4月份中国财政部才把这个 退税的部分取消 一部分来 在5月1号开始执行 4月份出来了消息 我这边有4月份出来的消息 钢铁中国是出口大国 最主要出口大国来取消钢品出口退税 来来 你看4月份钢铁怎么长的 钢铁大盘来 你看 这样子 这样子 从123 130几大点这边涨到216 这指数 指数这样涨 钢铁长倍了 那我不是跟你讲设定倍数的 你觉得老师在乱喊吗 你又要说我凶 我明明就是要给你信心 你说要说我凶 中国钢铁来再取消出口退税 而且又要增加关税 来 退税优惠取消又要增加关税 来 你自己想想看 你自己想想看 有没有机会动 我会员都买了 你还要放空 你还要等大盘站回月线吗 我知道 所以你都卖掉了 来这个会员丢给我的 你看他多多用心啊 自家人自家 钢铁人 8月1号开始 来 钢品出口关税 来你看 调多少 这里从15% 原先的 来调到20 这里来 20调到40 20调到40 那你觉得钢铁会怎么样 好不好 所以你觉得还是什么破线卖战 或现在买吗 各股岛都冲出去的啊 不是吗 所以重要是操作啦 来很多人都看到这些文对不对 简体天都看到了 来来 7月27号早上5点30分 有没有 航运翻覆 钢铁退场 船产 航情 告终 来这里写什么 钢铁指数约有 16.5% 下跌空间 随着航海王翻覆 钢铁人即将退场 台股传产行情告终 那你看我盘点给会员什么讯息 新闻跟网络股板不少唱衰钢铁股的消息 这风向 则可开始注意钢铁股的买点 钢铁供需需求老师已经讲得很明确 这个操作设定是设定波段 我觉得有翻倍获利的目标 不是只看短线价差 投资朋友 已经一个星期没有带新会员出手钢铁也是我们知道会整理受航运影响 我们等待就是美元转落航运融资 砂停损 这两个条件 目前已经开始符合 请记得老师强调钢铁股性是边起边拉走的比较久的模式 观察数据合适买卖令通知 来你看的是这个我会员看的是这个 所以我今天 谢谢前辈 谢谢前辈 清理筹码 谢谢 对呀 来 7月27号会员允强40.5买进 高价会员朋友 允强7月27号 40.55这地方买进来 9.34分33分这里 允强今天44.35 先赚一层 来 老师朋友你自己看 专家证据 所以台股跌了1100点 钢铁股是货就是福来 这个 有没有可能就直接出去了 你明天不用追 不用帮我会员台叫 不需要 不需要 不用来当冲 不需要 趋势股盘中买点 你是不是要需要盘中讯息 你是不是需要这个讯息 你需不需要 你需不需要 还是你要看这个 你想清楚 好不好 很多人都是看技术分析的 我没有说对错问题 技术分析 那只是 交易的最后一环 决定进出场点 好不好而已 我讲几遍了 重点是大逻辑 大逻辑 没错吧 你想不想好好赚一笔 还是你要每天为了那3%5%1%2% 然后搞了自己紧张兮兮皱纹好多条 头发变白的 不赔赔你的 另一半还是你的小孩你的父母亲好好赔他们 轻轻松松买个趋势股能赚钱 跟你每天在那边 冲来冲去 想清楚 好不好 投资朋友 不是我老师要凶 明明就是在劝你 明灯照亮千年暗 如果你现在觉得是暗的 来明灯 明灯照亮 千年暗 大致 能度万年余 然后老师要度你 你也要伸出手来啊 对不对 叶辉 同志朋友 来27号 来 又来了 跟7月14号一模一样 来 全体会员都有收到来 我线上会员帮老师做见证 如果你没有收到这个抗讯的 老师下台一举功 来7月27号 来就在这个新闻之后 谢谢前辈清理筹码 谢谢 谢谢 来 叶辉 9点46分 今日钢铁股再度出现下错 就是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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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中钢铁股可以自行加码 价位不居 因为够便宜了 所以我在当天我讲 我没有做些动作啊 我先不讲啊 隔几天来验证啊 有人来空我们的股票 欺负我的会员 我说没关系啊 一段时间来验证啊 昨天跟你讲啊 你去砍股票啊 来两三天后下个礼拜来验证啊 你今天就验证了啦 老师朋友你想清楚 要不要操作 钢铁股足身段 你看智琳老师从来没跟你摇摆过 我说要带你飞就带你飞 啊你机票是哪了要搭飞机 还是你要把它撕毁掉 好不好 要不要做 要不要做 想清楚 想清楚 来4月份 取消 这个 退税而已 来 涨这样 来 现在也取消 然后又要增加出口关税 来 你你想想看 你想想看 我跟你讲东西没有逻辑吗 好不好 所以投资朋友台股跌了1100点了 我会员买的点位买这里 买这里的买这里的买这里的 这个震荡跟我会员什么关系 啊你是买这里的 你是买这里的 对不对 你要等到我拉上去你才相信他最不是吗 都是这样啊 你又说我在凶你 我明明就跟你讲 这个行为打叉叉 打叉叉 7月27号给会员的盘氏看法来 我说台湾人爱排队 有没有 喜欢一窝蜂 臭热闹 来回到股市发挥零零近视 钢铁7月份来回震荡跟6月中是一样的 那目的目的就是要降温嘛 你们就要来当冲嘛 那就要降温嘛 老师节目也钢铁少讲一点 很多股票我都没有讲 来 所以投资朋友您您想清楚 7月份参加了会员如果照老师指令资金控管布局 截至现在几乎都赚钱的 你想想看台股回档多少 老师的操盘功力如何 频道跟赖留言一堆投资人说航运会 影响钢铁股所以班机延误 技术从好面比较重要 基本面不重要 有没有 我跟会员讲 其实应该说钢铁的基本面根本就还没有开始 而航运的基本面 则是已经 实现 投资朋友 这就是投资人要完全时空措置跟解读错误 新手看价格波动 错把买点 当卖点 到处网路看错误的新闻跟股板搞了自己紧张兮兮 试问心不定怎么赚钱 老师 股票每档操作设定都很清楚 方向判断完全照钱买系统来告诉我们方向转向了没有 若没有 就选择相信 勇敢的进出 这就是我27要给会的抗讯 钢铁股在这里的时候 那你看破月线你要停损了 对不对 明天上去了 破月线你要追高了 对不对 就是这样啊 又要说老师在凶你啊 老师技术分析 功力好不好 会员都知道啊 那我技术分析我不懂吗 我就跟你讲那个不是重点啊 这个才是重点啊 这才是重点啊 这个不是重点啊 这个是技术分析大师啊 他告诉你他在跌16.5%啊 所以 谢谢前辈 清理筹码 谢谢前辈 谢谢前辈 我们都要尊重前辈的 好不好 所以 钢铁股老师报告完了 要不要做 就看你自己 你要明天要去乱追的 你不要怪我 后面怎么做 会员看讯息 一段时间我们再来验证 好不好 来8月起要调涨价格 幅度不小 明天最后一天 你自己想清楚 要不要跟上操作 老师的服务 老师的抠讯 刚刚都跟你讲很清楚了 在下跌的时候来 你去想想看这些讯息 是不是你需要的 是不是你需要的 来 我会员讲的啊 谢谢老师盘中信心叮咛啊 给我们信心 不要太辛苦啊 早时候喘息一下 全家人在等待老师晚间的直播啊 合家观赏 谢谢 谢谢这位会员 好不好 也希望老师直播 有些会员都建议老师直播缩减了一天 我都跟你讲 我的初衷没有变 我都跟你讲 我的初衷没有变 变的都是你 变新的都是你 变新的都是你 来来跌的时候你都不开心来不来看不来看 下跌的时候就可以看出人性 有没有 我的初衷都没有变 我都是希望你赚钱的 我都跟你讲有价有量公司 我都跟你讲趋势的股票 你偏偏要自己去做当冲 追高杀低 对不对 你6月份跟着我进场 你这些点跟我进场 你早就赚 赚钱了嘛 你7月份你这样来来回回 你赚赔多少 你要老师是这样的老师吗 好不好 8月份要调长 老师朋友 我说真的老师 这样录直播连续三天真的有点累 真的有点累 好不好 那以后的节目的东西我会精简一点 很多东西我可能也没办法那么快跟你讲 因为真的一天这样下来时间太长 我需要一点能力来帮助我 我需要多个助理多个研究员 来帮助我 有很多好的股票 老师的一个 一个这个 能力真的有限 所以我必须要调长价格 会员也讲涨价很合理 没有老师在这样分 服务会员的啦 没有啦 nobody 没有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没有 你的老师都只有给你折讯 有没有控制档数还不一定 你这一组还搞不好是排在第10组 你还买不到 他的绩销你都买不到 我一组就是一组 普通的普通 特别就特别 就五档 很多股票还不错我想买 没有办法我控制五档 我们9月之后的新AI就让会员去加买了 如果觉得不错我就用新AI去发 但是我会一样会控制在一定的数量之内 投资名单你价格你也验证了 昨天那种好机会 阿呆股明明是买点 那你就砍在阿呆股 明明那么多股票都是机会 你高价会员 盘中有问题的还可以及时问 我不需要增加能力吗 这么多会员问问题 我要怎么服务 所以我涨价很合理啊 好不好 投资朋友 自己把握明天最后一天的 直播限定也没有了 名额就满了 好不好你要不要参加你就想清楚 老师也都不勉强 我都跟你讲 合得来就合作 理念认同的就合作 保密不要卸金居 好不好 不要把投资名单讯息外流 外面一堆菜包章鱼的 来当冲隔日冲的 不要给老师找麻烦 老师都这么讲吧 对不对 控管不要做杠杆 你资金冲要参加 你很支持我 你资金不够你也 你也不要勉强 不要还要去借钱 不要去房贷什么都不要 这我不能收 好不好资金充裕 赚主才要凯旋 我都跟你讲主身段 我没有在跟你摇摆的 6月初就告诉你了 来6月份拉那一波 中继整理 我跟你讲有机会 有机会 来桌线图来 你自己看 来量是不是说的 跌落量说的 明天最后一天 你自己想想看 这里来突破上去 来这里 这里等幅测量 多少 你觉得老师的设定 有问题吗 联准会下次开会 9月23号 还有一个多月啊 这里面看起来就钢铁最整齐啊 你又不做 你要乱买 我说不要在大行业中赚小钱嘛 有先后顺序的嘛 你买中钢现在不会动啊 第四季可能中钢动啊 对不对 你要去买其他的钢铁股 我也有 赖的好朋友说 买那些钢铁股怎么样怎样怎样 我说你反正钢铁是趋势啊 还是会上去 我觉得你会赚钱啊 但是为什么你不跟着我们买 就OK一点的 盘中有我们的讯息比较安心 对不对 该买的时候 恐慌该买7月27号该买 我带你买 这里买 44块 多那个地方买 现在收盘这样子 不是快一成了吗 先拉开距离啊 明天如果跳上去 人家说 对不对 突破才要追的话 不是要来帮我们抬轿了吗 法人会不会看到这个东西 哇 明天又追进来了 对不对 所以这逻辑都要先对啊 我都是先预告的 来这整理 这整理过程当中 你一下爱我一下不爱我 一下爱我 又不下 又不爱我 我都没有变啊 对不对 你不要这样换得换失嘛 方向就是往上的嘛 看着买卖点的问题 怎么控管的问题 买什么嘛 你就跟着老师做 你看你在外面单打独斗 一堆这个新闻干扰你 要跌16.5% 你都吓得半死 你又来赖求救 你又不是我会员 我要怎么回答你 违反法令 是不是 啊资金充裕就是跟上操作啊 好不好 老师都讲这么多了 好不好 来 认同理念跟上操作了 好不好 那今天节目就先进到这里了 喜欢老师影片帮我按赞 那有个股问题想要入会询问都可以透过 赖询问或透过填表 影片下方点标题下面有申请表连结 那点这个 连结有申请表单你帮我正确填写送出资料 加入来做询问 记得是小老鼠 HNT17 没有小老鼠的 甲账号 你要小心 好不好 那扫描这个标签 填表 电话来电都可以 26538299 26538299 那祝福你能够赚大钱 身体健康 一切平安顺利 好不好 那谢谢各位 我们的录影上班团就先进到这里了 好不好 那我们在 后段老朋友 你再留下打招呼 好不好 谢谢各位 那我们在周六的晚上 直播来跟大家见面 好 非常谢谢你 谢谢 谢谢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等我一下老师先传影片上去